人这一辈子 而且齐克讲过的特别多 对我大的触动的 有一句话也是 他说人啊一共这三万多天 你再活 你都活不过三十万天 不可能文峰 人就那么百八十岁 而且后二十年十年都扯大了 你这讲究完了 你就喘口气 人家拿轮椅推着你 这就是你的最后的结局 完了一烧就那么大点地 对吧你就去吧 问题是你这个最后的这 五十岁以后的人生 你感觉这样就行了吗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了 前面五十年 这不怪乎还这样 对吧 有吃有喝 有东西 有别墅 有钱 有所谓的名利 没有意义 要啥有啥 要啥有啥 对啊 你说有什么意义 你干不了什么了 你再怎么也就这样了 对吧 第一次世界上没出现 我们对吧 全中国进行最多的 我 这所有的国家队 对吧 四届 四届 一次出现 四届 四届 没有别人 对吧 那小叶 世界冠军 一说叶昭 打了最好的女运动员 排名世界 第一次记录给她 世界女子单打的 夺冠的记录 对吧 有她 当时翻了 你说 这一切 你经历完的时候 那你人生考虑考虑 你还有别的什么价值吗 意义吗 有了报告 新中国联邦 2020年的6月4日 我都说 那是我一生当中 最大的荣耀 最高的荣耀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比这个了 对于我们俩 别人